它的圖有沒有出來 圖的話在這邊 所以你直接把這個圖 在這個圖 這個圖的話 它的那個 它的連結 它的原始檔 你可以指向給這個 這個笑臉 然後第二個的話 這個是 這邊有個指向 你可以指向這個檔 它就有每個表情 這可能要自己先 手動一下 OK 總共會有三個表情 不過這個表情 你選了這個之後 它傳遞過來的話 會是 什麼 0 這個如果選這個 1 這個是2 但是將來 它是個陣列 012 但是將來要顯示出來的 不是一個陣列 而會是一個什麼 而會是一個 一個它的 什麼天氣心情 所以這邊的話呢 最後做出來類似這樣 比如說你選了這個 它的心情會是 選這個嘛 那最後要顯示出來的 寫下來嘛 這邊要變成晴天 可是你傳過來是0啦 0要變成晴天 那1的話要變成 可能陰天雨天等等 那我們等一下呢 會需要什麼 第二個畫面 會需要第一個 抓到今天日期 第一個 那今天日期的格式 也要類似像這樣 就是 7月年的幾月幾號 但也不用做那麼 複雜了 就是 反正 第一個 我希望抓到日期 第二個可能會需要解決 如果你傳過來是1 不是是0啦 那你要能夠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晴天 什麼雨天 陰天等等 會有不同的天氣 也就是把0 1 2 轉換成 它是一個陣列嘛 轉換成天氣的 名稱 標題這個比較簡單 既是 好友分享 所以呢也就是 傳過來是Post 那一定會有名稱 我們就用那個名稱呢 來把東西接到 那一般的話當然這樣 一般我們第一個 剛有另外再新增一個 1之2對不對 那你就先怎麼樣 在開頭的地方 我的習慣是在body下面 Body下面 你就是利用什麼 其實 插入一個那個上面 如果你是用傳統的開發方式的話 有個面板 這個面板的話就PHP 你可以用這個 程序 程式 區 碼區 區塊 有沒有 它就自動會幫你 在body那個地方 加入了那個PHP的區塊 那再來的話呢 你要echo啦 你要註解啦 你要ifl 這邊都有啦 而且甚至它可以表單的變數 有沒有 表單變數點下去它有個poster 哪一個名稱你自己要打上去 它會自動幫你加 加這個東西 加一些 可能需要程式 會用到的東西 UL變數 等等的 OK這邊都有 那 我們第一個 在這邊 起一個PHP的頭 那 我要 從那個 抓到一個日期 好 這個日期的話呢 可以 叫做 as the day 好了 那從day的 那你們可以去PHP函數裡面 找日期 日期裡面的話呢 那把它做一個格式的話 抓到日期 然後呢 再抓到 使用者丟回來的名稱 然後它的那個 title fram memo 另外的話主要這個 有一個是 b weather b weather抓過來的時候的話 它會是一個什麼 它會是一個陣列 比如說你丟過來 是陣列裡面的哪一個數字 比如說丟零 那我要怎麼樣 可以把它轉換成晴天 陰天 雨天 這裡的話會需要另外一個什麼 另外一個陣列 這個陣列的話呢 它會是 那個字串 就是 把它轉換成 這個這個名稱我叫做array ar wazer 那將來如果它給零的話 那我就去抓晴天 給一的話抓陰天 給二的話抓雨天 最後的話呢 把這個輸出 那 等一下再把後面的部分完成好了 這個地方的話 第一個 請各位 先把上面的地方 先起一個 PHP 的 相關變數好了 那等一下的話 我們在一個蘿蔔一個坑的 塞到底下來 就可以看到我們要的結果了 就類似像剛剛這樣子 一個蘿蔔一個坑 主要是 這一個 這個 這幾個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丟過來東西 就一個蘿蔔一個坑 主要會有問題的應該是 這個地方 它的表情 是012 然後呢 過來的話轉換成 晴天 陰天 雨天 所以呢 我在這邊 多一個 這個什麼 一個 一個 這個 的變數 我們取名叫 AR 威者 那以後的話 我就用